這個選舉方式,除了用魔術辦工具之外 而且魔術辦工具還有容許值,還有鋸齒,這個還可以在設定 那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把這個連結先取,就剛剛是連結,連結的話我先把它 把它恢復好了,所以如果不要連結的話,那我把這邊 把它取消 這個把它刪除,刪除這個塗層 然後我重做一下,按右鍵複製 這個的話是,再做一下 宋春白 如果假設我今天不是用剛剛講的這個 魔術辦工具的方式選取之外 其實如果你假設背景剛好是白 這個叫透明的,它不是白的 這個叫透明的 如果你背景是透明的 那有個選舉方法很簡單 你直接按右鍵 直接在哪裡按右鍵 記得在宋春白的字的前面這邊有一個小圖示 跟眼睛 眼睛的中間這邊 按滑鼠右鍵 這邊按滑鼠右鍵 然後有沒有看到有個叫選取像素的 因為它是透明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現在選取像素的話 不是透明的 就會被選起來 不過前提是 你這張圖 背景是透明的 透明的就是類似像這樣 一格一格,這個背景是透明的 那你就可以選取像素 不過前提 是 必須要是透明的才可以 如果不是透明的 那你只能用魔術辦工具 OK,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OK 那因為剛好這一題我看到 剛剛好它背景是透明的 可以 可是大部分 很多圖應該都不是透明的 除非你把它放在一個透明的背景 才會是 如果是透明的 那以這一題 剛好它有個 好處 就是可以選取像素 選到的話 才會是 黑色的部分 也就是不用魔術棒 這樣比魔術棒更快 這樣的時候一樣把它填滿白色就可以了 那填滿白色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取消選取 那再 按向右 向左12345 就是讓它移動 然後再慢慢 有沒有這個圖層 向這個方 123 123 大概就可以了 最後把這兩個連結 連結 然後再按右鍵 把它複製到這邊去 這個的話是PS 我是叫PS A102 那就可以把它丟過來 這邊就有一個 那你可以發現兩者好像還是有差異 這個 它邊緣比較柔順 這個邊緣好像比較鋸齒 有沒有 所以這個把它拿掉 所以這個 這個怎麼拿掉 記得喔 你這個時候因為過來的話 是這個圖層 這個才是舊的 所以這兩個 把它選起來 按右鍵刪除圖層 把它刪掉 這樣就拿掉了 再來的話移動 記得喔 你現在是選吉祥物 所以你現在又移動 奇怪怎麼移到 因為你現在圖層是在這邊 Ctrl-Z 如果你要移動這個的話 記得喔 你的圖層 要選這一邊 你不能選吉祥物 不能吉祥物 你說老師為什麼點了 這個結果移 移動卻是吉祥物 因為你 圖層現在優標是在吉祥 所以你變成你要移這邊的話 那記得喔 就一定要選到 宋春的 這兩個其中一個 因為它兩個連在一起 所以 移一個等於兩個一起移動 好 那最後一樣 再把它看一下 好像這樣就比較接近 OK 所以喔 這一題好像應該要用選擇 如果你用魔術放 應該會被扣分 我在想 OK 為什麼還是看到鋸齒狀 所以喔 剛剛的部分的話 可能請貴還是把它改成 按右鍵 選取像素 再填成白色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新年快樂 這個的話就是 比較麻煩 這個底色要自己做 一個菱形 然後再複製三個一模一樣的 在上面打字 打成黃色字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宋春改成選取像素 好